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帶大家來了解自由港 以及背後不為人知的真相 在了解自由港以及它如何成形之前 我們必須先對現今世界兩大強權 美國與中國的貿易戰爭有所了解 從2018年開始美中貿易戰以來 美方川普政權透過各項政策和穗責 試圖降低進出口的貿易逆差 而針對所有中國繪畫、雕塑、收賞品 進出美國都要科10%的進口稅 這不僅包含中國當代藝術品 甚至中國古董同樣不能例外 這是利用關稅的壁壘 來降低中國產品強勢入主美國 然而這筆稅則 卻大大的影響了全球各地的富豪 由於中國收賞品早已全球化 世界各地的商人 若想將這些藝術品收入美國 勢必無法避免這筆花費 就在這樣的局勢當中 自由港瞬間成為一個最好的避稅港口 接下來我們來了解一下 自由港最早的成立環境 瑞士 身為永久中立國的瑞士 一直以來 在世界上不受政治 與強權國家的政策干擾 除了擁有良好的金融體系外 在提供償儲服務 與交易中間平台的領域中 也是處於全球領先的地位 而在瑞士領土內 共有十幾處所謂的自由港 客戶若將貨物寄倉 在這些自由港中 以概免缴進口稅、出口稅 以及附加稅 自由港起源於十九世紀 原本是儲存古物、茶葉 及工業用品等零售業的中轉站 後來由於當代的 無限期暫時性免稅政策 成為超級富豪的高級倉儲 自由港內貨物可延期缴稅 直至戶送達目的地 藏內甚至設有瑞士海關辦公室 例如無人在何處買下一幅天價藝術品 租送入境買主國 就要繳納一定比例的營業稅 相反的寄送到自由港 交儲儲租金即可 十米大小保險庫 年租金大約兩萬多美元 換言之 除非化作入境買主國 否則無需繳交當地的營業稅 並可在自由港倉儲的保管下 將藝術品轉手拖出 免除追稅的困擾 為何億萬富翁將大量金錢投入藝術品 試著想像 你有100萬美金的時候 你可以購買哪些東西 可以是豪宅、遊艇、訂機跑車 但是這類型的物品都有一個共同的缺點 體積太過龐大 不以搬移 因此保管跟維護都是一筆不小的消耗 然而這樣的金額 投資在藝術品上 卻可以同樣保值 而且容易隨身攜帶 雖然藝術品在維護上 同樣需要很多環境條件 但現金富豪 卻可以更便利地 將所有境外的藝術品 存放在自由港 不帶安全 而且容易長期保存的優渡環境 當存放藝術品已經不再是一個問題 藝術品的交易成為 前所未有最具潛力的金融投資商品 事實上自由港本身也是藝術品交易的延期手續 使藏品可以暫時儲存於合一的空間 也期望提供全球藝術收藏安全的藝術品倉儲服務 倫敦藝術市場數據分析Art Tactics創辦人Anders Peterson表示 假設的盈利並非總是人們購買藝術品的主要原因 自由港保護了藝術資產得以流傳於世 自由港除於任何國家財政立法管轄之外 因此如同財政孤島般的自由港 也成為投資市場眼中一塊很好的票板 根據Mamosis藝術品指數 Mamosis All Art Index顯示 2000至2011年間 藝術一直凌駕於股票之上 僅僅於2008年經濟低迷時期出現過下滑趨勢 高利潤使人們轉向投資藝術品 當藝術成為投資性資產 交易場所可以在藝術品所在地千里之外完成 而自由港其安全存放的原則滿足了短期藝術投資的需求 隨著藝術品投資市場升溫 自由港成了投資者存放交易品的首選之地 然而將藝術品存放在不見天日的倉庫之中 似乎又與藝術收藏的初衷大相徑庭 當然對於藏品數量豐富的藏家來說 自由港的倉庫可能是 繼其宅底或私人美術館之後的選擇 自由港對於藝術生態圈的長期影響 值得持續觀察 據報導指出2016年 自由港內藝術品倉庫收益淨值 約為一億六千多萬美金 然而到了2020年 淨值金額大幅增長 大約是2016年的兩倍之多 從此數據可以肯定自由港倉庫 已是一個不可阻擋的現金趨勢 是Daniel 現在是什麼狀況 好我知道了那你持續追蹤 對於現代的人來說 掌握情報就是一切的關鍵 在真正的藝術交易中 價格往往是瞬息萬變 取決於你手中未有的情報 以及它在你心中的份量 因此真正的藝術品商人 對於報價往往是非常敏感 沒有一件藝術品 是有所謂的供訂價格 更不可能公開他們手中 藝術品的報價 在藝術品交易的市場上 主宰一切的就是情報 所有的情報都價值連城 誰手上有這些作品 哪些作品等值被交易 而又有哪些東西是誰在找尋的 誰準備繼承遺產 誰有財務危機 包含離婚或訴訟等等 而主宰情報 就等於握有一把開啟財富的鑰匙 在各行各業中 專家學者的權威 往往能夠影響這個領域的神態發展 然而在全然主觀的藝術領域之內 如何鑑定藝術品的價值 除了透過一流的鑑定師判斷其真偽之外 對收藏家來說更重要的是 作品傳遞給觀眾的訊息以及感受 每個人對於藝術品的感受是與眾不同的 某些作品卻往往能比其他作品 傳遞更多的訊息 透過觀賞這些藝術品 與合作品開始對話 進行一場深度的交流 從眼神、姿態 你越仔細觀察 它越能夠看見平常不容易看見的細節 就像走入一個秘密的房間 也像揭開一個神秘的面紗 那就是欣賞藝術品獨有的魔力 而這些元素取決於你的出身背景、生活環境、知識水平、情感回憶 既因為每個人都有截然不同的人生經歷 也造就了不同作品能夠產生的吸引力與影響力 當今世上最大的自由感 可能封存著許多曾經在戰亂期間流入黑市的藝術品與收藏品 但是由於所有置放在自由港倉庫的物品皆不對外公開 因此無人可以得知這個在瑞士日內瓦的自由港內 究竟有多少曾被掠奪的西式珍寶 自由港除了是藝術品目前最具潛力的交易存貨市場 卻也潛在著洗錢危機 更是促成金融犯罪的溫潮 在將來我們會針對自由港倉庫所衍生的金融亂象 做一集詳細的專題解說 我是Steven Young 我們下期再見